大家好,我是董正隆,台湾转售全地站负责人 那在最近呢,在网路行销里头呢,在整个网路上呢,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就是呢,美国政府呢,试着要通过一个能够监控,掌控整个美国网际网路的法案 那如果你今天呢,登录呢,wordpress.org 像我这样子登录的话,你就会发现呢,整个wordpress.com呢 有很多人,可能上百万人进不去这个网站 因为整个wordpress.org呢,wordpress.org呢,正在抗议这件事情 这大概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wordpress.org 这个patch rank高达9 就是几乎是满分,跟facebook一样的巨大网站 他第一次做出这么大规模的反抗行动 那他到底是在反抗什么呢?很多人其实不是那么明白 因为这才发生在这一两天而已 那最主要是呢,美国政府呢,试图要去监控那些 有可能呢,会造成危害的网站 但是呢,他们可以说,诶,因为你的网站有上传一些 可能会侵害别人的隐私权或不好的 侵害人家的版权的内容 所以我要把你关掉 或者是说我要把你,呃,我要把你钱 这样子,或是,或是抓你进监牢五年 这样子,基本上他们设法案就是呢,服务美国政府呢 有百分之百的权限,可以去监控整个网记网路 那现在呢,更糟糕的是呢,你其实从任何外部连结 就是你从别人晚上要连去,连进去 Wordpress.org,现在几乎很少人连的进去 像我,我从别人晚上连都连不进去 那,重点是在这,重点是在这句话 他们现在呢,我翻译给你听 他们现在呢,美国政府呢,跟一些机构 他可以有权利,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他可以有权呢,去封锁任何的网站 不管是在国外的,还是国内的 记住,全世界的 那,如果你那个网站 有一个可能会危害到版权,危害到他人的连结 这意味着像YouTube、Twitter、Facebook 这种非常大的社群网站 让人家上载影片啊,让人家可以分享东西的 那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会在上头 PO一些非法的东西 就是一些垃圾连结,或者是一些情色的东西 但是呢,这些网站它本身是无罪的 是上面使用者在乱搞 但是呢,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 像YouTube和Facebook就有可能会被关闭 那,当然没有人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那,但是呢,因为这个美国在历史上啊 在之前啊,他们其实已经被证明 他们很容易就滥用了权利 所以呢,整个Wordpress.org呢,就发起声明说 到底美国政府可以嚣张到什么程度呢? 答案就是,嚣张到我们允许它有多嚣张 他们就会有多嚣张 所以呢,现在呢,它就是我们站出来 应该要抵制这样子的行动的时候 因为这个法案很快的 在1月好像20几号,24号还是几号 就要投票 而且美国政府呢,每次都以迅雷不及烟耳的速度呢 去通过这些对人民是非生存的决定 所以呢,它就督促我们呢 留下,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就留下你的抗议,你的个人基本资料 然后呢,督促那个国会呢,停止这样的行动 那如果是外国人呢,就呢,填写请愿书 那,就是加入请愿,不要通过这个法案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美国政府呢,其实齁,就我所知 一直以来齁,除了在反恐的时候 他们其实已经目前正在逐步的规划 要控制全世界人民的隐私 还有现在连网络呢,都要介入了 之前呢,是反恐的条例说呢 他只要怀疑你可能是反恐分子 他可以完全不顾余人权 就直接把你抓起来 这种权力啊,可以用在好的方面 可以用在不好的方面 说话说好听一点就是呢 我们要反恐,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没有人权可言 但是呢,话说在不好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如果他滥用这个权力呢 他只要看你不爽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你监禁,就消失了 这跟我们之前戒严的时代 你讲总统不对,你隔天就消失了 跟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端看呢,这个领袖他是怎么样去使用他这些权限 但是呢,违反人权的事情 就像在法律之前,在没有被证实有罪之前 你都是清白的 这些呢,都是我们 很,怎么讲 历经千辛万苦才学到的教训 但是当有人或有国家 试着去 就是预局的话 就是去挑战 去破坏这些 这些我们辛苦得来的教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一些不好的目的在这背后 那我个人看得到的是 美国政府呢,在这些年来的表现呢 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 其实 这样子的行动啊 会对人民造成的伤害 其实 远比 建设还要多 这事实上不是我的生命 而是Wordpress.org的生命 所以他们整个 竟然做出这么大规模 反抗行动 所以基本上我支持他 如果你支持他的话 你就随便搜寻Wordpress Wordpress 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 他们的这个网页 那也欢迎你联署 因为很快 这个榜案就要投票了 在没几天就要投票了 那我要后续报导 他最新的消息给你 好,我是董正东 那我们就 这次分享到这 希望你能够立即行动 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不只会影响到你 不是只有美国人而已 而是全世界的人 就好像中国大陆 他们那个 共产党呢 竟然 有一个万里长城 有一个长城呢 会把 他们可以监控 他们大陆人民 不要连到我们台湾 或特定 他觉得有危险的网站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压抑的行为 现在美国呢 正在模仿大陆 这种压抑性的做法 我们必须要抵制他 好,希望你能够采取行动 我懂这哦,拜拜